这是让航母群看着都要绕道走的移动武器谱 也是史上最后一艘核动力巡洋舰 足以代表俄罗斯海军的巅峰之作 它就是让西方文风丧胆的彼得大帝号巡洋舰 前身为原苏联1986年建造的基洛夫吉 于1998年正式列入北方舰队服役后 作为世界上少有的非航母核动力海面军舰 彼得大帝号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 外形设计比较紧凑 结构采用纵骨架势 全长250米 宽28米 晚载排水量近2.5万吨 两座KN3型水核反应堆 总功率达12万马力 理论上彼得大帝号具有几乎无限的续航能力 关键最牛的还是它海对空反潜作战系统齐全 装备近中远程防空等个型导弹500枚 一轮骑射20枚SSN19花钢岩超音速导弹 采用贯导加主动雷达方式 最大射程为500公里 而向来信奉火力优势学的战斗民族还不满足 他们还得其额外加装了防空 反潜武器 20枚拥有1.6马赫飞行速度的P700反舰导弹 完全能对一支海上舰队造成可怕的破坏力 防空导弹方面 彼得大帝号 配置有近 中 远不同的防空导弹体系 其中包括128枚SAN9长手套近程导弹 40枚SAN4件空导弹 近防炮等多种防空武器 组成五层火力网 为震慑北约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彼得大帝号毕竟属于上世纪末期的产物 电子系统和信息战能力已经有些许落后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代军事强国的海军理念 俄罗斯都陆陆续续淘汰了很多无用的军舰 但唯独对彼得大帝号采取了保留优化的政策 因为像这样的大吨位舰艇 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船式珍宝已经为数不多了 失去一艘对俄罗斯海军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感谢观看